对于跟卖呢 一般来说我们有几个 几种产品我们是不可以跟卖的 比如说那我们不能跟卖 这个有商标的产品 因为它是真的 对方可以去告你的嘛 所以大家就是注意一下 跟卖的时候 先到这个每个国家的 那个产品专利的 那个地方去 然后查一下这个产品 它是不是有注册了品牌 或者说有注册了这个商标 专利这样子 然后确保你自己就是在法律上 不会有任何问题 然后使用起来也很简单 然后大家就是 这边是给大家链的那个链接 然后大家点链接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查 比如说如果你想卖那个 Nike的鞋子 你就直接查Nike 然后点search就好了 然后它就会 下面就会 如果它是有注册品牌的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是有注册品牌的 那Nike的东西就不可以卖 我这边随便找一个 然后还有呢 像这种 你看是有品牌的 但是可能它只是商家随便编的一个名字 然后写上去 它可能并没有真的有注册 所以像这种的话呢 比如说这个品牌叫Looter 那你就把这个名字写进来 然后点搜索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品牌Looter 它是真的有注册了 然后还有 那你就继续往下找 比如说 可能这个没有注册 哦 这一家就没有 这个 Zillivery 这一家它就可能是 这个卖家随便编的一个名字 然后没有真的有注册 那这一家的话 就是相对法律上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那这边是这个 关于跟卖的一些要注意的 小的知识 接下来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它叫BSR BSR呢 就是Bestseller Rank 它是会把Amazon最近一个小时内 卖的比较好的东西 然后它都放到这个热销榜上 然后Bestseller Rank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Amazon后台 然后大家打开 就可以看到有个 就这个工具栏这边 有个东西叫Bestseller 点进去 然后就可以看到榜单了 然后这个榜单的话 它是按照这个 产品分类来分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这个服装 然后进来就可以看到服装类的 这个所有的服装类里面 卖的最好的是那些 然后大家进到每一个小分类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小分类 你可以看到像玩具这种的 你可以看到 玩具里面哪个卖的最好 然后玩具里面它会有其他分的 比如说游戏啊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继续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 这个玩具里面的游戏 像这个桌游啊什么的 哪些是比较 大家喜欢的 买的比较好的 比如说像Jango啊这种的 这些就是 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一些产品 那么BSR的话呢 它的作用一般是用来判定 销售额的 BSR越高 然后你的这个销售额就越往前 然后BSR呢 它是除了这个 就是说如果你过去一个小时内 你的销售额很高的话 那你在BSR上面就会排得很前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它还会看你的历史销售额 如果你的历史销售额是很高的话 你也可以排得很前 然后呢BSR的话呢 它是属于一个流量入口 像这个自然流量入口 但是呢 它跟我们的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Organic Rank 它不是一个东西 它们两个之间其实 它们就是有点关系 但是它没有直接的关联 好 这边跟大家说一说这个BSR怎么去找 那我们就随便点进一个 比如说这个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往下拉一点点 然后在这个Product Information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有Tank Information 然后Additional Information 右边这一块 然后有个Best Seller Rank 我们看这个 然后往右边 大家注意这边有两个 往大方 放大一点 这边有两个 那上面的是这个主要的分类 比如说Toys and Games 它是一级的这个产品分类 我们所有这个看BSR 都是看的这个一级的分类 下面的这个一呢 它是属于这个 就是大的分类里面的小分类 然后它的那个 可能的这个使用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 那BSR很重要一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BSR去反推 这个产品它大概的销量是怎么样 那具体的这个反推的话 应该是明天会跟大家说 这个反推的工具是什么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 这个BSR要在这边找 然后BSR的话呢 它是越往前越好 数字越小越好 你排到第一 那你就是这一个小时了 在以内 然后这个销量最高的 好 然后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Organic Rank Organic Rank呢 它是指这个自然的搜索排名 就当你搜一个词的时候 如果 比如说像这个 上面都是广告 Sponsor Sponsor 那这件衣服呢 是在我们搜这个 Women's Dress的时候 它是第一个排在这个 自然搜索结果里面的 那这一个 一副 它针对这一个搜索词 它的Organic Rank是第一个 但是Organic Rank第一 不代表它的BSR就是第一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件衣服呢 它是自然搜索词的第一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大分类里面 它可能排到1300了 所以自然搜索词呢 你可以排第一 说明你的产品优化做得好 然后你的关键词做得好 整个listing的优化做得好 但是它跟你卖多少 是没有关系的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 这边搜Car Game 就这个排的这个游戏 桌游 然后呢 对于Car Game来说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这边Sponsor Sponsor Sponsor 这些都是广告 但是你往下来一点点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 这个Dutch Blitz Car Game 它是排的特别浅的 就说明这个产品 它的优化做得特别好 它在Car Game这个搜索词里面 它的匹配程度特别高 然后它的这个review也好 然后它的这个review数量特别高啊 然后它这个卖的也多啊 然后还有它的整体的这个 图片质量啊 然后大家 就是评论啊什么的 然后包括FAQ啊 整体都做得很好 然后它就可以排第一 那 对于Organic Rank来说呢 很重要的就是 有个东西叫A10算法 这是Amazon最新更新的一个算法 之前叫A9啊 现在多加了一些元素进去 然后变成A10算法了 如果你的 想要你的自然搜索牌的钱的话 你必须要确保 你自己的这个展示次数要高 展示次数的话 就是说你曝光必须要多 然后曝光的话 你可以通过这个 流量的获取 然后包括还有你的这个 可以打广告啊 这些把它做上去 然后下面呢 就是你的销量要高 包括你的自然销量要高 然后自然销量就是说 大家搜那个关键词 然后点进来买了你的产品 这种算自然销量 然后还有呢 就是PPC就是那个 就是付费的点击广告 然后如果你广告带来的 这个销量也多的话 那它也算 然后还有 站内关联的销量 比如说 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 往下 你可以看到 products related to this item 就相关产品 然后通过这里 然后大家去购买你的产品的话 它也会算 那这种呢 就是这个关联销量 撑上去 然后它也是算的 然后还有一些站外的销量啊 比如说你本身可能 就是一个很大的厂家 然后你进驻Amazon 然后它是会知道 你在这个本身 就是站外就已经买得很好 然后它也会分权重给你 然后第五呢 就是你的销售记录 得好 比如说你这个 长期以来 都是有很稳定的销量的 然后呢 接下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个卖家评分 比如说你的这个buybox 你必须就是 最好你这个占有率比较高 然后你一直都可以抢到buybox 然后 一个很简单的保证buybox的方法 就是你去注册品牌 然后 那你就是 唯一的这个buybox用者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feedback评分 feedback评分呢 它是针对于卖家的 这个客服服务的一个评分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和第四 第二feedback是针对卖家的 第四的产品评分呢 是针对这个产品本身 就它产品质量怎么样 它做的好不好 这个产品用的好不好用 那这种是排到第四的 那你产品评分要高 然后还有你的退货率要低 还有呢 就是你的这个CTR CTR就是 你的这个clickthrough rate 比如说 你这个曝光是多少 然后大家看到之后 会不会真的点进来 然后 用这个点击除以曝光 然后来算这个CTR 这个CTR当然是越高越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你的地理位置在哪里 比如说你的这个 你是做FBM的 然后你本身 可能人在西岸 但是这个 买家 它是在东岸的 所以你的这个物流 可能 时效 它是没有这个东岸的 就是在东岸有仓库啊 或者说 在就是用FBA的这些 卖家 他们的时效那么好 那你的评分 可能就是 也是会下降一点 最后呢 就是转换率 转换率值的 就是说有多少人真的下单了 然后成交了 这样子 转换率也是 越高越好 然后综合这 这一些因素 Amazon呢 就会给你拍 那个自然搜索出来了 这样子 我先拍摇 呢